现在全国各地都已经进入寒冬 只有极个别城市的气温还不算冷 但也需要穿上比较厚的外套 不过有网友在上海机场拍到了拳王邹世民夫妇 两人的穿着打扮看起来更像是春天 也许是因为室内人多比较温暖 阮盈盈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连衣短裙 原本披着的羽绒外套也被拿了下来 虽然阮盈盈已经37岁 但是看起来身材保养的还是很好 再加上少女的发型既清纯又不失性感 邹世民可谓是艳浮不浅 而通过照片来看 拳王邹世民似乎是瘦了 可能是太过于忙于事业 身体没有休息好 我们也希望邹世民能够多注意休息 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邹世民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拳击运动员 长期在业余赛场打拼 后来两次拿到奥运冠军 堪称中国拳击第一人 邹世民真正成名的时候 已经年过30 但他还是怀着对拳击的梦想 踏上了职业擂台 2016年 邹世民两次获得国际营量级拳王金腰带 成为我国第二位职业拳王 不过在第二年的比赛中 邹世民惨遭对手KO 没有再次登上拳王宝座 他的职业生涯也就此终结 离开拳坛后 邹世民没有远离拳击运动 先是在上海拳击协会任职 后来又开办了自己的拳击训练馆 在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同时还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他的几个孩子都得到了全国网友的喜爱 实际上 邹世民能够取得成功 除了个人努力之外 还离不开妻子冉营的帮助 外界评价冉营的时候 关注点总是在他过于卡带山化的身材 和略显另类的妆容和穿着上 却忽略了他超强的商业包装和运营能力 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无私奉献精神 邹世民和冉营营都是贵州尊艺人 在一次活动中相识后 两人逐渐发展成猎人关系 当时的邹世民还没有成名 运营营已经是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 外界关注度很高 按理说 这对情侣并不是很般配 但运营营看中的是邹世民的朴实和真诚 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央视的工作 甘心退居幕后 此后 只要有邹世民参加的重要比赛 必然能在场边看到运营营的身影 邹世民也在拿到北京奥运会冠军后求婚成功 两人于2011年结婚 运营营随后正式辞职 开始陪伴拳王征战赛场 十年过去后 邹世民和运营营的婚姻依旧稳定和谐 两人共育有三个孩子 只要出现在镜头前 呈现出的永远是和家欢乐的画面 我们都知道 很多央视美女主持人都不愿主动离开聚光灯 找对象的时候 也更倾向于嫁给富豪老板 像运营营这样的人 已经算是一股清流 作为邹世民的贤内助 她值得外界送上掌声 请不吝点赞订阅